濃濃黑煙直竄天際 還可以看到紅紅的火焰 保齡球館大火 緊鄰市區馬路 人車經過就怕影響交通 圓景還忙著指揮 不時還有著火的箭材 從高空掉下來 觸目驚心 圓景來回奔跑疲於奔命 這就在台中 旱溪街上的保齡球館 下午兩點左右 發生火警現場陷入火海 保齡球館內也是煙霧瀰漫 大火污著口鼻趕緊往外逃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他們就說有煙 然後叫我們先去處理 然後就發現應該來不及了 就先打電話打應 不確定 因為我們都是 發現的時候都已經來不及了 據了解保齡球館 是不合適經營 除了保齡球館外 還有撞球場 火鍋牛排店和咖啡廳 有客人表示 聞到夾層有燒焦的味道 趕緊告知業者好疏散客人 但詳細的起火原因還要調查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